哇 没你们 五二零都没有出去吗 哈哈哈哈 就说是这样的 来来来来 给 送给你 兄弟 这个送给你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用的是一树 不是一朵啊 那个你个子小一点 就拿个小的呗 没有 那个那个经理呢 都没看到这样 加班 不会吧 她应该是偷偷地出去约会了吧 那好吧 今天我请大家吃饭 我们三个一起过个五二零 三个单身的 一起过个五二零 走 走 哎 饭店都没什么人了 全都出去浪漫了 是吗 对啊 其他不够浪漫 两个美女陪你 嘿嘿嘿 也是啊 哈哈哈 好吗 这个送给你 没有你啊 啊哈哈 哈哈 你喜欢就好 哈哈 不客气啊 没有啊 你好了 哎 你都没吃呢 你啊 咋啦 佳佑哥 你好玩 不是 我怎么了 你拿着我办完钱的别人出去玩不带我一起 那是我劳动成果换来了 又不是免费给我的 不就说快说一下嘛 干嘛那么凶 好了 那个 你想去哪 我都想去呗 好 你说吧 啊 那我跟你一起不能带饼 行行行行 哥 你最好玩 我 小米啊 你是要购物吗 那你今天随便买 混哥买单 好 哈哈哈哈 啊 哦 小米 这鬼今天干嘛 怎么人呢 哇 哎呦好看哦你去你坐 哦天呐你知道我为什么带你来这里 我我不知道 我妈妈说 你还自己这样穿着快乐的晚礼服 我把自己起起来来 是不是在主播好像只有在这一刻 只有音乐只有浪漫 只有我和你 小哥哥 你说喜欢哪 哦那个 呃那个 阿姨好懂浪漫 还有那个 谢谢你在市面前说好话 你知道就好 最后都有好看 哎呦那小米 我能把这个西装外套脱掉吗 太热了 不想 看晚上能脱 呃那好吧 实际上也是我老板女儿了 哈哈 哎哎干嘛呢 哎嘿嘿那个聊伙天 在什么到九晚餐吗啊 呃那个随便聊嘛 坐给你 那什么 虽然外子我看你的外子破了 这个睡衣怎么跟你睡那么像 情理款了吗 还没有想多了 嘿嘿嘿 你看脚院他没想像一模一样的这个 没有啊你快去睡 不是 他不聊天呐 不聊了 不是 哎呦我天呐又混到睡衣 走啊一起睡吃饭去啊 上次不是说起大家睡饭吗 一直没请今天正好有空 哦行 我有小米好了 还不问我不想吃什么 我都行你们看点吗 都要吃这个 这个 这个 小米啊 你别这个这个这个了 你没发现你都胖了吗 是有点 哈哈哈 你只喝得也喝吧 那个三位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怎么追求女孩子 说一下吗 对你啊 我这个好就行 嗯 好了 谢谢哥哥 如果说我的话 没有点 哈哈哈哈 莫莫你觉得呢 没有 谢谢三位老师的指导 露露这边 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现在的情绪 哇 你好 我给你 好好好 起香腔的时候 忘记拿睡衣了 外面有人吗 回我出去了 不行 我来坐下进去 进家 进 那个 刚才 别说了 我高路请示 啥点 哈哈哈哈 那个那就好 那个我问你个问题呗 你真是玩玩那么长时间 你知道他喜欢什么吗 干嘛 你要追我吗 这种事 那个 知道就行了 这种事情不要问我 又没追我 哎呦 你帮帮忙吗 帮你问你个好事吗 那个 你想要啥都行 姐姐 不用 你老是这样子这么高人 难怪你找不到男朋友 真的 出去 活该你找不到男朋友 机智过人天赋一饼的我 还能想不到办法 哎 想到了 找我人去 你刚回来吗 对 你从回来那么晚 下班了 那个 我问你个事 你一天工资多少钱 我好好玩就要干嘛 我那个想当你的临时老板 你又想干啥啊 你就满足我个小小心愿吗 怎么办 就是当老板的心愿啊 行不行啊 那你会是个可爱可心的老板吗 我肯定是个可爱可心的老板 必须的 行吗 那行吧 好 一眼没电 那这都明天开始啊 明天早上开始啊 OK 那你先忙 老板去就寝了 哈哈哈 你刚才在罗伦房间干嘛 嗯 没干嘛 我给你先试想了你说 什么时候 我爸爸让我去上海学习 你记得我要去吗 啊 说安排了你就听他的呗 你都不玩留一箱 不是我那个 这 啊 啊 喂 老板 起车了早餐酒味好了 哦 给他撤衣服 特了不然都凉了 嗯好 哇 这早餐也太丰富了吧 第一天上班 我准备好一块老板说呀 哈哈哈哈 表现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嗯好 吃饱喝足 哈哈哈 老板今天是什么呢 怎么先换衣服 换衣服就先出门 老板 今天第一个任务就是陪我买东西 就这家了 然后里面好看的衣服 通通给我试一遍走 你怎么 我是老板我说了算走啊快 哇好看 那个姑娘 他刚才试的所有的衣服全部包起来 谢谢 干嘛 那个我刚看你试的都非常好看 我都买下来了 没事 你平时可以给我买东西 我不能给你买到下 他都打包 我这家 你这一件装饰衣服 你别呀 老板 刚才那么多好看 干嘛只买一件啊 那我有一股是没什么的 好吧 老板你看看一个好大的娃娃好可爱 哈哈哈哈 我跟你说我有一点小时候 没有人陪我玩 特别希望家里有个超级大的娃 哈哈 好吧 老板你还有什么其他男朋友 你给我回家做饭了 没事回家做饭 go 最近的女士你好 我是熊雄坤 我是过来陪你玩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好好 好 我可以把衣服脱上我太热了 你先吃饭了 你先吃饭了 哦 小猪大 嗯 我等你很久了 你想到我给你准备了什么 这风那么大怎么吃 那你这拿啥 他煮的工具 是给我准备的吗 你什么 你不是和我们约好了吗 哇 哇 哎 老板你起床了早餐弄好了 哈哈哈 好 那你的羊烧我给你换了一个白色的软被用错了 哎呀 好嘞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哈哈哈 快点起来就洗澡 哦 那个 你是打算在这里 看换衣服吗 好 那我走 哈哈哈 哈哈哈 起床了 哈好嘞 我天呐都每天的早餐都不一样 我这个老板也太欺负了 哈哈哈 做什么 赶快吃吧 那个等一下和我出去一下 妈妈 你到那个小店去帮我拿个快递 你就说是阿坤的啊 哈哈哈 快来的小狗啊好可爱 这是你上次你说你喜欢小动物 又托棚买了一个 哈 这也太可爱了吧 这个现在是你的了 哈哈哈 喂喂 哦 哈哈哈 我没信仰秦了 呃 叫什么呢 站吧叫他叫小文吧 哈哈哈 叫他小弟吧 我想体验一晚上大哥的感觉 哈哈哈 行行行 嗯那个哈 我们把狗放好 然后和我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还去哪 嗯 你走就行了走 哈哈哈 这风吹的出发 哈哈哈 你看那里 哈哈哈 那是我最想跳出的幸运 原来我们的爱心 曾经靠到的他母亲 安慰我带趟世界的决定 能陪我冰的雨 你不不认识你 你玩吗 终于到家了 爸爸 他们好像就是睡着了 哎累死了 大昆 你今天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我刚才给你转了点钱 你手一下 没事 大昆 谢谢你 跟你在一起的时光很开心 你开心就好 行了 回去晚点休息吧 哎呀